苗栗县的公管厢有民众反家途中 当下明明无风无雨 却发现了有一颗巨大的路数横倒在马路上 一旁还有两名男子行机可疑 热心民众赶快通报警方调查 而远警以车追人果然查过到两名窃嫌 因为得知最近木材的价格高涨 才会先往郊区行窃做起无本生意 公管厢大康村山区有民众开车反家途中 发现一辆白色货车停在路旁 马路上还有一棵切割的相当平整的相思树 现场两名男子便称 他们是在帮忙排除倒下来的大树 问题是当天现场无风无雨 显然内幕不单纯 热心男子凭着敏锐的观察和判断立刻报警 警方调查由于最近木材市场的需求量大增 价格水涨船高 研判窃嫌贪图暴利 趁着月黑风高到山区私有林地倒罚 一次没有得手肯定还会再回来 因此原警锁定嫌犯作案的车辆 果然隔天埋伏守株待兔逮到人 在运用与车追缘方式通报警力全面查契 将刘姓及杨姓两名窃嫌逮捕到案 窃嫌向警方坦诚因为窃嫌花用 加上相思术行情看涨 原本以为在山区偷砍木材不会被人发现 不料保护山林建议勇为的人还是很多 反倒是嫌犯身强力壮 却从事非法勾当 自毁前程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